是從剛剛看到各界評論 拜習會後軍事風險短期降低的同時 事實上美國的晶片大戰跟科技大戰 還有可能持續加大力道 對沒錯目前的這個一般的預估來說 這次拜登跟習近平見面來說 對台海的趨勢應該有降溫的這個作用 那就連這個我們的APEC的代表 張忠謀在接受媒體的這個訪問的時候 他就說中國跟這個美國的領袖 第一次會面是很好的 這次是很好的會面 他希望說有助於緩解區域的 這個緊張的這個局勢 好那當然了張忠謀認為是 他們兩個會面有助於區域的 這個緊張的降溫 那當然了我們比較關心的是 這一次的這個張忠謀 他到APEC去有跟哪些人見面 或是跟哪些人有談話 那據他自己的說法是說 他在這個會場中間呢 他有跟拜登 還有跟這個布林肯 那甚至還有跟賀錦麗 都有做了一些交談 那同時之間 他當然還有跟岸田文雄啦 或是說跟這個李光 這個李顯龍啦 都有做了一個比較長的一個 這個交談之外 當然大家最關心的是 有沒有跟習近平有任何的交談 他說他這一次呢 都沒有跟習近平有任何交談的這個機會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他的這個會後記者會裡面有講到就是說 那你覺得這個這個相關的供應鏈怎麼想 因為他本身就是以供應鏈為主的 那他就直接強調就是沒有和平 就沒有所謂的供應鏈 所以他也是強再三的跟美國代表 講述了這件事情 另外一個就是美國很關心的 很多記者就問他說 因為這個拜登在這一次的這個法案裡面來說 他有提及520億美金的這個補貼案 裡面有390億元呢 是要補貼給這個到美國投資的這個晶片廠商 那他認為說 這個問他就是美國的記者就問他說 那你覺得美國這個作為會不會成功 那他就講到說 因為第一個 他之前曾經提到說 所謂的晶片的全球化已死 那他這一次也再三的強調說 沒有錯 晶片的這個全球化已經結束了 那同時之間他認為說 美國呢 他補貼這麼多錢 其實是沒有辦法 他認為會是打水漂的一個狀況 他說呢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美國的相關的這個供應鏈 或是相關的這個都沒有到位 所以他認為 美國花了這麼多錢 最後還是沒有用 會功敗垂成的一個狀況 那同時呢 因為他還有跟這個岸田文雄見面 跟岸田文雄見面的時候 他就有提到 就是這個日本的這個補貼 是相對速度比較快的 他認為說 日本是相對比較好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啦 除了大家在問他半導體之外呢 他也在會場上面分享了 台灣的離岸風電 因為無論如何呢 台灣離岸風電 在目前在亞洲的發展 是比較快的 他就說呢 我們2030年能夠達到 這個再生能源的30%的目標 那同時之間呢 我們目前有270支的這個風機 當然這都是在會場上面 他跟人家說的一個情形 那但是呢 半導體來說的話 我覺得非常重要就是 日本的態度 因為這個張忠謀也提到就是說 台積電會到日本 會到美國去投資 來說都是要增加 整個半導體供應鏈的這個韌性 那同時之間 他跟岸田文雄見面的時候 也希望說 這個除了我們這個去台積電 去投資之外 台灣跟日本半導體人才的 相關的這個 這個所謂交流 應該更加的多元化的一個狀況 好那當然啦 國外的這個半導體是在互相的 這個在籌建的一個過程 那雷蒙多呢 在這一次裡面來說 他有跟王文濤見面 就是中國的商務部長 那他們兩個講的非常多 就是說希望說 這個中國方面 希望這個美國能夠拿掉 半導體的禁令 但是在這一次 完全都沒有 那既然沒有的話 中國當然還是會做一些 相對應的這個政策 我們與最前一季的這個狀況 前一季的狀況裡面來說的話 因為美國的禁令 還沒有完全實施 前一季的狀況裡面 全球前五大半導體設備商 中國大概都占了 整個營收上一季的40% 也就是說 中國在這個空窗期的時候 拼命的掃貨 這裡面包括什麼 包括說像柯林研發 柯磊 然後還有東京威力科創 然後應用材料 艾斯摩爾 這五家 全部都占了非常大的這個比重 好那占了這麼大的比重 當然為什麼 但就是為了中國產業的發展 但是呢 其實最近有幾個數字呢 讓中國看了 其實有一點點算是 可能會頭皮發碼 也就是說 華為沒有錯 在上一季推出手機 但是其實呢 在上一季 中國的前十大 暢銷排行榜裡面 第一名是iPhone14 Pro Max 第二名是iPhone14 Pro 第三名是iPhone4 也就是說 其實呢 iPhone的前一代呢 還是賣得非常好 那也就是說 中國手機 並不如中國手機的相關人員 想的競爭力這麼大 特別是 我們看到一個數字是2015年的時候 中國的全國的出口量 手機出口量是13.43億支 然後到了去年的時候 已經降到了8.22億支 也就是這幾年少了5億支 這5億支 當然就是因為產能外移到越南 或外移到印度之後 造成了一個落差的這個情形 是從剛看到的是 華爾街大咖達里歐的說法 對沒錯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整個美中的這個情形 以打理由來講的話 是認為說 目前為止是遇到非常大的這個麻煩 那尤其是對華爾街來說 他們目前的這個想法 大部分都是想要離開中國 譬如說 我媽上個禮拜 不是人家有穿淹 這個黑石集團的老闆 不是有去跟 這個習近平在吃飯嗎 結果沒想到 他要吃飯了 他要商討什麼 我要撤資啊 我要撤資的時候 那我是不是可以讓我快點走啊 所以其實 談的方法跟過去都不一樣 好那既然這個華爾街要離開這個中國的話 那會往哪裡去 我覺得有幾個地方大家可以觀察 第一個是日本 日本來說的話 在今天早盤的時候 來到了33853的這個點 那這個點位來說的話 等於是突破了這個今年的新高 那不只是今年的新高 他已經來到了這33年來的這個新高 那距離日本的這個歷史的高點 在1989年12月29號的38957來說的話 下一個就直直那個地方 大概差距還有500點左右的空間 那到底有沒有機會往上呢 我覺得蠻有機會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最近一段時間 這個日股的這個真正的多頭人物來說 當然就是巴菲特 因為巴菲特買了這個日本的五大 這個從2020年的8月開始買了 包括說像山井啊 山林啊 伊藤中 頑紅還有柱友 這五大商社之後了 這個股價是在一路大漲 但是巴菲特買的方法是 他在日本的發行 這個日本的這個五四債 用這個債券 等於是跟日本銀行借錢 去買日股的一個方式的操作 那因為他目前為止 都買到大概約末是8%多 那他最近一段時間 又跟日本提出申請說 他準備在11月份 要再發行這個日本的 這個波克夏的五四債 等於是要跟日本再借錢之後 再來買 所以這當然會對 整個日本的股市呢 會不會有機會往上衝呢 這大家都蠻期待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件事 可能台灣民眾也要非常關心 也就是說 因為目前為止 中國的股市不好 連帶了讓這個香港的股市 也是直直落 那香港股市直直落來說的話 今天來說 他們整個台灣跟這個 整個香港的股市呢 已經來到一個非常近的這個差距 今天這個台灣的加權指數 是收盤在17,210點 那香港的股市呢 約末是收在是 17,700多點 所以就是說兩個國家的這個指數呢 差500點左右 那這500點的狀況來說是 史上差距最小 而且我們看一下這張圖喔 恆生是從3萬多殺到17,000 台股是從六七千拉到17,000 所以恆生跟台股跨黃金交叉了 沒錯 但是對恆生來講就是死亡交叉 當然啊 這個是非常悲慘的 尤其香港股市你看 如果假設是跌到今天來說 幾乎已經接近一個腰斬的這個局面 那如果我們對比台灣從最低點來說 漲到目前為止 大約或是漲幅是兩倍多的一個局面 所以這當然暗示著什麼 暗示著中國經濟往下走 那台灣呢 台灣這幾年剛好我們跟中國的經濟 沒有綁得那麼深 我們可能跟美國的聯動 這個AI半導體聯動得比較深之後 就往上漲 所以這個完全是一個不一樣的 這個邏輯跟不一樣的狀況 所以我可以打個岔 左邊那個叫做親中賠大錢 右邊叫做親美發大財 對沒錯事實上不是只有台灣跟韓這個跟這個香港 韓國也是一樣 韓國股市就比日本股市弱 韓國為什麼 因為韓國他過於太親中了嘛 所以他其實也是屬於弱勢的那一邊 今年跟台灣比 台灣今年不論在 雖然說我們棒球輸韓國啦 但是我們在整個GDP的成長 我們在整個這個用美金計價的人均GDP上面 甚至在股市的表現上面 其實我們都是完勝韓國 那告訴你一個什麼 真的是親中真的倒大煤 那親就遠中了 我們不要說一定親美啦 但是遠中來說才能夠賺大錢的一個狀況 好那除了這個之後 我打個岔美國核心盟友都在創新高 對沒錯 印度也是 美國自己創新高啊 對 然後你看日股剛剛講33年新高 是 台股是先創新高之後再高檔震盪啦 其實今年是震盪 對也是還不錯啦 可是比起左邊那個強奪啦 左邊就是腰斬啦 其實真的今年中國股市也是表現非常不好 中國的 包括說像從中國的包括A股啦 B股啦 或者說像什麼國企股啦 籃籌股 全部都一路暴跌 甚至來連在中國的中 連在美國的中概股 今年都表現得非常糟糕 所以就知道其實呢 這告訴你什麼 其實如果你只要看 從股市來看 你就知道非常明確 就是美國還有機會再偉大 但是中國看起來的話 是面臨非常大的壓力 在這個地方 你從中國的股市 就看得非常清楚 那我打個唱 那股民的錢最聰明啊 股民要不要輕忠 不要嘛 對啊 當然是這樣 所以我出財說嘛 所以投票要不要輕忠 自己看著辦 所以我才說這個其實 你如果從股市來看 你就知道說 到底你要選擇中國這邊呢 還是要選擇美國這邊呢 其實蠻清楚的 好那我們再來講 因為最後呢 最近一段時間 美元有稍微回落 那連帶最近的一段時間呢 這個包美元指數回落 那人民幣貶值壓力 終於比較輕了 那連帶 台幣也升值 那日幣也升值 但是無論如何 我覺得 現在我們要觀察中國股 中國的這個經濟狀況 只要看兩個指標 第一個 香港股市如果持續 有一天真的跟台灣進行一個 台灣黃金交叉 對香港來說是死亡交叉的時候 那告訴你 中國真的還沒有走出泥澜的一個狀況 第二個就是人民幣 如果人民幣 人民幣在這一波呢 其實守得非常艱辛 如果人民幣又再破了這個波段新低來說 就告訴你 中國調整的時間 恐怕會比大家想像中的時間 都還要更長的一個狀況 好 我們稍後回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